大家好,我是世界武术三大冠军,申博顺 下面我们进行散打基本跌法,前滚翻训练 首先,身体蹲立,双手撑地,重心离一致两手 双腿用力蹬地,向前滚动,同时躯臂,低头 双手紧抱小腿,然后站立 前滚翻一犯错误有 在练习的过程中,我们不应头先着地 这样会导致我们的头部和颈部受伤 应背部先着地 下面我们进行完整动作训练 下面我们进行散打基本跌法,后滚翻规范动作练习 首先,身体全蹲,低头盘胸 双腿向后用力蹬地发力 双手紧抱小腿,向后团伸滚动 双手推撑站立 后滚翻一犯错误有 在练习的过程中,不要用头部去着地 这样会导致我们的颈部受伤 应头部向左或向右侧移 下面进行完整动作训练 下面进行散打基本跌法 前倒规范动作练习 首先,双腿并立 身体前倒 双手顺势称立 趋力缓冲 下面进行完整动作练习 下面讲一下一番错误有 在我们的练习的过程中 手臂不要伸直 接触地面 这样会导致我们的左关节受伤 应屈臂缓冲 下面我们进行散打基本跌法 后倒规范动作练习 首先,双腿分开站立 屈膝下蹲 低头收下颚 在肩背着地的同时 两手拍地 缓冲 下面我们进行完整动作练习 下面我们讲解一下后倒的一番错误有 在向后倒的时候 我们要低头收下颚 这样不会让我们的头部受伤 下面我们进行散打基本跌法 愉悦墙背 规范动作练习 首先,左脚在前 右脚在后 双腿蹬地的同时 双臂向前摆伸 右臂向左下伸 低头 用肩部着地 团身滚动 顺势站立 下面我们进行完整动作练习 愉悦墙背 移范错误有 在练习的功能中 我要用头部去着地 应用我们的肩部着地 下面进行散打基本跌法 左右侧倒 规范动作练习 首先,双腿分开站立 手掌朝下 手臂微曲拍地 大腿外侧朝地 左侧倒 下面进行完整动作练习 左右侧倒的一半错误有 不要用肘部着地 这样会导致我们的肘部和肩部受伤 应手掌朝下 手臂微曲拍地 下面我们进行散打基本跌法 左右斜后倒 规范动作练习 首先,双腿分开站立 身体向左斜后方 右斜后方倒地 小腿 大腿 臀部依次接触地面 臀部依次接触地面 手臂放于内侧拍地 缓冲 左斜后倒 下面进行完整动作练习 下面讲解左右斜后倒移发错误 在练习的过程中 不应用我们的背部先着地 因小腿大腿臀部依次接触地面